那么我们把这个观点扩展到整个宇宙 宇宙论 整个宇宙也是一物啊 万物都有理由 为什么唯独整个宇宙没有理由呢 那么整个理由 整个宇宙有理由 那就是真的是上帝了 这是一个宇宙论的证明 但是康德认为呢 这个宇宙论的证明呢 最终还是要依靠本体的证明 还是要依靠托换概念 就整个宇宙的这个理由 还是在你的概念里面 只是你想出来的 你设想 整个宇宙必须有一个理由 但是并不因为你这样一设想 整个宇宙就真的 就推出了一个理由 这个还是最后 你要推出整个宇宙的 那个最终的理由 还是要借助于本体的证明 第三个证明方式 就是目的论的证明 也称之为自然神学的证明 自然神学的证明 也叫做自然目的论的证明 自然目的论的证明呢 是最古老的 从柏拉图时代 从苏格拉底的时代 就是这样证明的 就是说 我们看到宇宙中 万物都有一种 和目的性 都有一种和目的性 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和目的性 人类之所以能够生成于这个世界 就是因为这个世界给我们提供了 我们的所需要的手段 所以我们可以把整个宇宙看作是 为我们人类的生存的目的 而设立起来的 那么是谁设立起来的 那当然就是上帝了 这是最古老的一个证明 就是从万物的和目的性 推出一定有上帝在安排 比如说从这个有机体 我们看到牛马 他的身体结构如此的和目的 这个牛有跑得很快的体质 马呢有一对脚 可以防御他的敌人 这个牛有一对脚 可以防御他的敌人 牛伸着一对脚 可以防御他的敌人 牛长有四个胃 可以消化那些 很难消化的那些草料等等 这样一些和目的性 眼睛上面的睫毛 是为了挡灰尘等等 安排的如此的微妙微笑 你从这个机械的物理学的观点 根本没有办法解释 一只鸟在天上飞 它的骨头中间是空的 它的羽毛排列的那样的整齐 使后一飞翔 谁给它设计的 它自己是想不出来的 为什么会那么样的和目的 一点多余的都没有 每一件东西都有 都有它的用处 那肯定有一个上帝在安排 大自然 在安排的大自然 至于人的理性 更加 人为什么有理性 人没有牛那样的脚 也没有马那样的蹄子 也没有老虎那样的爪牙 但是上帝给人安排了理性 所以人能够成为万物的领长 基督教里面 很多神父在传道的时候 都是这样传道的 就是你们看一看整个自然界 安排的多么合理 当我们需要阳光雨露的时候 天上降下阳光雨露 给我们获得好的收成 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 过幸福的生活 我们难道还不应该感谢上帝吗 由此证明了上帝的存在 这是一个很古老的证明 它采用一种理人化的方式 把整个宇宙的核目的性 看作是有意图的 有意识的 有目的的 但是这种方式 当然是很原始 在这三种对上帝存在证明里面 目的性的证明是最古老 也是最原始的 它没有什么严格的逻辑推论 而且它最终也同样是依靠 本体论的证明 你所设想出来的概念 一个合目的性的上帝的概念 仍然是你设想的 你要证明它存在 那还得通过本体论证明 从概念推出存在来 所以所有这些证明 最终都依赖于本体论证明 本体论证明一拨倒 其他的都靠了 其他都可以靠掉 但是康德对最后这种证明 这种最古老的证明 还手下留情 就是说这种证明 虽然很粗糙 好像是完全是一种 老百姓 骗老百姓的一种说法 但是实际上它里面埋藏着最深的根源 它为什么能够骗住那些老百姓呢 为什么能够对儿童 一讲儿童就相信了呢 只有另外一种根源在里头 它利用的是人的自然倾向 人类的自然倾向 人类的什么自然倾向呢 就是道德倾向 就是道德倾向 道德是一种核目的性的行为 人总是要忍不住把自然界看作是核目的性的 甚至于是合乎道德的 所以呢 他们忍不住要把自然界看作是有一个上帝 在安排 在有意识的上 安排 实际上是出于一种道德的目的 在设想上帝 所以目的论的证明 虽然很原始 很粗糙 但是康德认为 里面包含一种启发性 包含一种启发性 就是说 它里面其实隐含着是一种道德的证明 对上帝的道德的证明 对上帝的所有的证明都不能成立 唯独对上帝的道德证明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对上帝的道德证明呢 跟其他的三种证明呢 有一个根本的区别 就是它没有把上帝看作是一种知识 没有把上帝的存在看作是一种知识 而是把上帝的存在看作一种道德上的假设 看作是一种人类的自然倾向 这就是康德的 我们前面讲了 康德存在理性批判的 总问题的第三个问题 行而上学作为自然倾向是如何可能的 答案就在这里 行而上学作为自然倾向是如何可能的 以往的人为什么老是要提出行而上学 特别是要提出对上帝的证明 这说明一个问题 说明人本身具有一种道德的倾向 所以这段倾向是何以可能的 就是因为人是道德的人 所以他才拼命地要去证明上帝的存在 所以人的道德可以证明上帝 但是不是把上帝作为一种知识来证明 因为道德的证明 对上帝存在的道德的证明 跟所谓其他证明不同 就是他已经不再是一种理性的知识 而是一种实践的假设 一种道德上的需要 一种实践的假设 把上帝的存在作为一种假设 或者说作为一种玄设 作为一种玄设 玄在那里 对人提出要求 对人提出一种要求 就是说你应该按照有一个上帝的那样去做 你在日常行为中 应该像是有一个上帝在看着你那样的去行为 这是出于一种宗教上的需要 道德上和宗教上的需要 人有一种宗教需要 虽然人在自然科学里面证明不了上帝 但是人需要一个上帝 所以他就有一种自然倾向 忍不住要探讨有关上帝的知识 所以康德虽然推翻了对上帝的一切证明 一切知识 但是呢 对上帝本身 他并没有完全否认 就是上帝他属于物质体的领域 我们虽然不可能证明上帝 存在 但是你也不可能证明上帝不存在 既然你不能证明上帝存在 也不能证明上帝不存在 那就不可能妨碍我们把上帝当作一个道德上的假设 你假定他存在 这个不会碰到反驳的 谁能推翻你这个假定 你假定他存在 你只要自己把握住 你不是一种知识 你并不是证明了上帝的存在 但是你需要一个上帝存在 福尔泰不是讲吗 即使没有上帝 我们也要造一个出来 那么在抗争那里呢 我们也要悬射一个上帝 我们悬射了上帝 他在对我们的认识没有妨碍 你不把他当知识 而所有的那些 从知识的角度来反驳上帝的人 也推翻不了你 因为他是物质体嘛 你怎么就知道没有上帝呢 他也推翻不了你 而在道德和宗教方面呢 你可以获得极大的好处 可以满足人类的自然倾向 以这种方式满足人类的自然倾向 当然这样一来呢 就过渡到康德的 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了 作为自然倾向的形而上学 基本上是带有否定意义的 作为自然倾向的形而上学 作为当作知识来看待 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当然他们都要以先天中和判断 作为前提 比如说灵魂是实体 上帝是存在的 宇宙是有限的 这些命题都是属于先天中和判断 先天中和判断如何可能 四个层次 在第三个层次里面 就是作为自然倾向的形而上学 如何可能 他们也要提出这样一些命题 这样一些先天中和命题 来建立一种旧的形而上学 但是以往的形而上学都不成功 所以呢 我们必须 玄置我们的知识 来为信仰留下地盘 那就进入到 作为未来的 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了 但是作为未来的 科学的形而上学呢 必须要有一套方法 这套方法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最后一部分呢 康德就是探讨 鲜艳的方法论 鲜艳方法论 未来信仰上学的方法 在鲜艳方法论里面 他探讨的就是 经过存在理性批判以后 我们展望未来形而上学 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法 建立起来 这就是他的结论呢 实际上也是回答第四个问题 就是未来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 是如何可能的 那么未来形而上学的方法呢 主要是有这两个方面 一个呢是理性的训练 理性的训练 或者纯粹理性的训练 就是说你要建立未来形而上学 你必须对以往的形而上学的方法 加以批判 然后呢 对于我们的理性 对于我们的纯粹理性呢 在这种批判中呢 你要进行一种训练 这训练其实 在前面呢 康德一直在做 但是在这里呢 把它明确地提出来了 怎么样训练呢 四个层次 一个层次 就是我们要防止独断论 这叫做独断的训练 纯粹理性的独断的训练 就是要防止独断论 你在 对形而上学 提出一个命题的时候 你要防止独断 因为这些命题 都是有关自在之物的 这些形而上学的命题 是有关自在之物的 你不要以为 你所提出的这些命题 就是对于这个自在之物的 一种知识 所以我们处处要小心 要谨慎 不要陷入到独断论里面去 不管是经验论 还是唯理论 他们都陷入到了独断论 唯有休默的怀疑论 从这个里头跳出来了 但是呢 休默呢 又没有建设性的成就 跳出来 又陷入到了怀疑论 那么第二个训练呢 就是要利用休默的那种怀疑论 你从独断论里面跳出来以后 你很可能陷入到休默的怀疑论 康德认为 不要紧 陷入怀疑论也不要紧 只要你自己能够把握 把这种怀疑论当作一种训练 当作对自己理性的一种训练 一种练习 当作一种练习 怎么练习呢 就是说 你可以用这样种怀疑论 去对付那些独断论 包括你自己的 不由自主的 有时候 也可能会相信一些独断论的命题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把怀疑论 把它调出来 来跟这些独断论的命题 加以对抗 加以认真 所以它又称之为 乘质理性的认真的训练 论真 加以争辩 比如说二律被反 独断论提出一个命题 你可以从怀疑论的角度 从它的反面 给它提出一个 针锋相对的命题 那么提出这个针锋相对的命题呢 并不是说你认为 这个反命题才是对的 而是说 提出这个命题 你也搏不到 那么就说明你们两个都有偏面性 那么这个偏面性的毛病在哪里 就暴露出来了 忽视了现象和自在之物的区别 这样一来呢 你就可以找到正确的道路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怀疑论 怀疑论固然不可取 但是呢 怀疑论也有它的意义 有它的意义 它可以制约那些独断的狂妄 独断人往往自己提出个命题 认为自己很有理 他就不管了 但是呢 如果有一个怀疑论者在旁边 跟他敲打一下 我提一个反命题 你能拨打吗 这个时候 这个独断论者就会反思了 他那个命题跟我完全不一样 他也能够站得住脚啊 那我就反过来想想 我这个命题是不是有问题了 这就是对理性进行一种训练了 整个从对理性批判 实际上就是提供 这种训练嘛 最大的成就 就是提供了这样的训练 所以我们说 没有经过康德批判哲学训练的人 在近代不配谈哲学 如果你没有经过康德批判哲学训练 不会从反面来想问题 不会自我怀疑 自我批判 你这个人不具有哲学起码的素质 在康德以前你可以谈 但是在康德以后 你就没有上台阶了 康德把人类的理性提升到了一个自我批判 自我反思的台阶 就通过这样一种 争辩的训练 对人的理性加以训练 那么训练了以后 我知道了 有些命题是不能够独断的设定的 但是呢 也不见得就能够完全否认 比如说上帝啊 灵魂啊 这些概念 也不见得都能够完全否认 那么 我如何来认定这些命题的价值呢 这就是第三个训练 第三个训练就是提出假设 或者提出悬设 Post to luck Post to luck 本来就是假设的意思 但是呢 这个假设呢 跟那个黑波特和其他的那些假设呢 不太一样 它有包含有要求的意思 假设在那个地方要求你 所以我们把它翻成悬设 悬在那个地方对你提出要求 这也是一种训练 就是做出假设的训练 你把那些互相矛盾 这个陷入到辩证论的那样一些命题 不把它当作是一个知识的命题 而是当作一种悬舍 这也是一种训练 假设的训练 你在假设的意义上面 我虽然我的未来形容上学 也许不成为一种知识 知识的基础 当然也是未来形容上学的一部分 但是比如说道德的部分 它就不是知识 那么在这个领域里面呢 我要有一种做假设的能力 做出悬舍的能力 那我们就可以提出 纯粹理性的悬舍 以此呢 来建立我们的未来的形容上学 最后呢 是证明的训练 证明的训练 证明的训练就是说 在这个二历倍反 这样一些证明之中 人们往往呢 这个只能够通过一种反正法 或者规妙法 来加以证明 来对那些形容上学的命题 加以证明 康德认为这个是不行的 未来的形容上学 绝不能仅仅建立一种 建立在一种规妙法 或者反正法之上 而必须正面加以证明 从正面加以证明 这个正面加以证明呢 当然不是作为一种科学知识 来加以证明 而是呢 要对于你所提出的命题 进行一番鲜艳的演誉 我们前面讲了鲜艳演誉 鲜艳演誉 是追究它的 追究它的合法性的资格 你凭什么能够提出 这样一个概念 能够运用它的对象之上 这是未来形容上学 所要关注的 就是说你要说明你的理由 比如在道德方面 你要说明你的理由 甚至于在这个审美 第三批判里面 它也有鲜艳的原因 要说明你这个美的评判 它的根据何在 这四个层次的训练 使得纯粹理性 一步一步的成熟 首先是避免读战论 然后经过怀疑的训练 通过怀疑训练以后 我们能够提出 懂得怎么样提出假设 提出悬舍 最后对这种悬舍 要进行鲜艳的演誉 这样的证明 这是未来形容上学的 要建立起来的话 你的理性 需要经过这样一番训练 第二个内容呢 就是理性的法规 理性的法规 康德认为 知性在认识上 是有它的法规的 比如说人为自然接力法 我们前面讲的分析论 先验逻辑的分析论 都是知性的法规 正面的 积极意义上面的 一些法规 而理性呢 在认识上 在科学知识上面呢 它没有积极意义上的建树 它只有一种辅助作用 泛导作用 所以理性在认识中 它是没有自己的法规的 它只能够帮助 知性出去 建立它的法规 那么理性 在什么意义上有法规呢 纯粹的理性 它的真正的法规 只能在实践的方面 去加以建立 纯粹理性 它的实践运用 是可以建立起法规的 在实践的运用方面 它有三个层次 一个是人的幸福 在实践中 我们每个人在实践中 都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 实用的理性 一般的实践理性 一般的日常生活中的理性 我们都是为了追求我们的幸福 在这方面呢 它可以有它的法规 当然幸福本身没有法规 它是后天的 经验的 感性的 它没有普遍的法规 你认为幸福的 人家可能不认为是幸福 幸福各式各样的 它没有一个普遍的定律 但是它也可以有一种法规 什么法规呢 就是让这些幸福服从道德律 所以第二个层次 更高的就是道德律 在道德律上面有法规 你可以把这个道德的法规 当做是幸福的法规 就是说 有道德的人才配得幸福 用这个东西来衡量幸福 就是说你这个幸福配不配 无德的人不配幸福 只有有德的人才配幸福 道德的法规 可以用来形成幸福的法规 幸福本身没有法规 各种各样的 但是每个人获得幸福 要看他配不配得幸福 那就是道德的法规 然后呢 更高的就是宗教 也可以建立法规 在宗教的领域里面 也可以建立法规 当然这个宗教的法规 也是从道德的法规的基础之上 建立起来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这样一些法规 对人类提出了三个这样的问题 这个我们在一开始就已经提到了 康德的全部哲学的三个问题 一个是我能够知道什么 一个是我应当做什么 一个是我可以希望什么 这三个问题呢 对应于人的幸福 道德和宗教 人的知识就是为了幸福嘛 人的幸福实际上是属于 人的知识的领域里面 但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看 人的知识就是为了人的幸福 知识就是力量 力量就导致幸福 所以 从实践的角度 我们可以把人的知识 我能够知道什么 当做是第一个层次 在这个层次上面呢 我们可以 找到一些纯粹理性的法规 当然要找到这个法规 我们必须上升到第二个层次 就是我应该做什么 所以我应该做什么呢 是相对于道德的 相对于道德学 实践理性批判 我可以知道什么 我能够知道什么 这个是相对于 存在的理性批判 是相对于认识人 最后我可以希望什么 是相对于宗教学 上帝的问题 来世的问题 来世审判的问题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问题